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人从三月开始获得免费的新冠疫苗接种 不过基于健康是每个人享有的基本人权 因此大马人权委员会早前呼吁政府 免费为弱势群体、难民、外来移民、扣留犯以及囚犯提供疫苗 对此科学工艺及革新部表示 将会把有关的建议纳入考量 以便有效的全面阻断病毒传染电 不管怎样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副部长阿曼阿曼萨强调 国人会优先获得新冠疫苗 首批美国辉瑞疫苗共有100万剂 预计会在下个月运抵大马 他透露 我国已经准备就绪接收和运输疫苗 包括储存和运送疫苗到国内偏远地区 而当局也会在这个星期五在沙拉越的布拉甲进行后勤演习 以确保到时候疫苗的分发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利指出 政府初步放眼再三月落实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 每天让7万5千人接种疫苗 他说第二轮的接种计划 则预测每天让15万人接种 凯利表示 政府放眼让80%人口的2700万人 在明年三月或最快今年底完成疫苗接种 他透露 政府会根据地区的数量或接种利点 把7000名接种疫苗的人手增加到1万人 他说 除了接种疫苗的医生 也会涉及医护助手 护士 护士主管 医疗系的学生 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 如红星月会和圣约翰救商队 此外 他透露 来自英国阿斯利康 美国辉瑞 中国和罗斯的疫苗供应 或出现延误问题 无论如何 政府会继续平衡疫苗的分配 和不断做出调整 确保在今年第四季 获得足够的疫苗 他说 政府已经鉴定超过600个接种疫苗的地区 包括诊所和医院 同时也会鉴定体育场 或空间更大的地方 政府将根据人口密度 每天会10公里内的人处理接种疫苗的工作 他指出政府已经在 Maisajatra应用程序 列出可以预约注射疫苗的名单 我国的单日新增感染群再创新高 昨天一共新增17个 当中有15个感染群涉及职场 其余的两个感染群则是来自社区 新增的职场感染群大部分来自柔佛州 有6个 柔佛州昨天也是国内新增病例最多的州数 达1069起 昨天新增17个感染群 当中有15个是职场感染群 柔佛占了6个 分别是帕里兰座工厂感染群 至今共有547人确诊 涉及麻坡双西拉亚 Industry Crisset工业区感染群 同样涉及麻坡和东角玉舍 共有527人筛检 145人证实受感染 Jalan Truth感染群涉及新山和居栏 涉及的职员来自指律路政府行政中心的职员 至今共有77人接受筛检 10个人确诊 再来是新山被鉴定的Jalan Mendeni感染群 涉及一家服务公司 至今有291人接受筛检 13人确诊 而在居栏被鉴定的Dengadiga感染群 则是涉及一家工厂 78人接受筛检 9个人确诊 本格兰乌达感染群 是在哥达定义被鉴定 涉及一家服务公司 目前已经有235人接受筛检 26人证实不幸受感染 至于在雪兰鹅方线的感染群 则有巴达林的Jalan Mendeni感染群 32人接受筛检 全数染疫 当中工地感染群 涉及关来冷月 1252人接受筛检 46人确诊 而布西亚伯吉拉岸感染群 则是横跨巴达林和巴生县 2121人接受筛检 19人确诊 吉隆坡方面则新增4个感染群 包括涉及甲洞的布西亚伯吉拉岸 工地感染群 376人接受筛检 157人受感染 涉及滴滴旺沙 位于文良港的当纳路感染群 47人接受筛检 11人不幸受感染 再来有在滴滴旺沙被鉴定的 腰亚路感染群 100人接受筛检 8个人确诊 哲兰普渡感染群 则是在班迪谷被鉴定 涉及半山八路的一所培训学院 至今已经有151人 接受筛检 13人确诊 而在皮利静达被鉴定的 哲兰斯里感染群 是涉及一间政府行政中心 0号患者是类流感病例 并且在本月23号确诊 目前该感染群已经有24人 接受筛检 17人确诊 哲兰苏兰曼感染群 则是涉及沙巴亚币 111人接受筛检 23人确诊 另外两个感染群 则是横跨皮利静达 吉典和金宝的 哲兰普卡兰感染群 104人接受筛检 41人受感染 横跨沙拉越西连和 撒马拉罕的 布达亚感染群 则有112人接受筛检 13人确诊 大马和澳洲 在昨天启动了 马澳综合策略伙伴关系倡议 进一步推动和巩固 两国的双边合作关系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两国领导人也同意 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包括在疫苗接种方面的合作 确保国际供应链的运作 以及保持市场开放 首相办公厅发文告指出 首相南水梅定和澳洲总理莫里森 昨天通过视讯举行马澳年度会议 并且推荐马澳综合策略伙伴关系倡议 文告表示 两国领导人批准了行动计划 以落实有关倡议的三个主要纲领 分别是经济繁荣 社会和科技 以及国防合作与区域和平下的具体措施 除了巩固现有合作 倡议也阐明两国在新领域的合作 包括数字经济 农业和粮食安全 灾难与公共紧急卫生情况 精神健康 科技与创新 以及环境和父权青年 文告强调 马澳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 不但寓意非凡 也具有历史性 世界雨连巡回赛总决赛 国国男双谢令峰和苏伟毅 在小九赛第一轮两局直舵 打败韩国组合 稍后有详细报道 请别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体育消息 汇丰世界雨连巡回赛总决赛 昨天在泰国曼谷正式开打 我国男双谢定峰和苏伟毅 在小组赛第一轮以21比14 21比19两局直落 打败韩国组合 取得开门红 峰和苏伟毅 昨天在世界雨连巡回赛总决赛 B组小组赛首轮 取得开门红 他们透露 对自己上场对立韩国组合的表现感到满意 并指赛前制定的战略计划 在比赛时都发挥了作用 Untuk game hari ini kita memang satisfied sebab kita sebelum main kita ber bana so kita baca pernah punya game so kita main agak smooth Saya rasa kita akan pergi yang terbaik dan harap boleh pergi lagi jauh 不过在南双A组 大马另一对组合 王耀新和张玉宇 首轮以21比18 24比22 不敌中华台北的李扬和王麒麟 女双方面 我国两对女双 分别是宗美军和李明燕 以及许家文和叶征文 被分进同一组 最终宗美军和李明燕 以21比16 10比21 21比15 打败我国另一对女双 好的 这句话新闻就给您播到这儿 我是刘振业 感谢收看 我们再见